大家好,我是Den 刚出道的K-POP IDOL团体 无论是男团还是女团 基本上都会住在公司提供的宿舍 这个宿舍制度 对于K-POP粉丝们来说 已经是非常熟悉且自然的事情 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 这种宿舍制度 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实行的呢? 我们马上来看一下 SN娱乐的一号IDOL歌手Henjinio 是在80年代后期 收到Isuman的挖掘 于1990年出道 出道后Henjinio积极参与各种活动 逐渐获得人气 在Dolts的音乐节目中 他的排名上升到三位 只要再努力一点点 就能夺得一位的时候 他因为吸毒事件被逮捕 据说是在活动舞台上 刑警冲上台将他抓走的 Henjinio因为是出饭 所以复兴时间也没有很久 隔年就出狱了 而一直以来 Isuman将Henjinio当成是儿子一样 所以选择原谅了他 在自我反省期间 Henjinio和朋友一起创作了 赫定给Sugikot这首声曲 并播放给Isuman听 Isuman听完后立刻表示 赶快发行专辑吧 就这样 以Henjinio回归的Henjinio 大获成功 引起了极大的轰动 在Henjinio发表了 第三张专辑 这张专辑的预收量 突破了100万张 预示着将再次大发的时候 Henjinio再次一吸毒被捕了 当时Isuman将已经拍摄好 但尚未发行的 40万张专辑全部销毁 公司遭到搜查 所有员工也一起接受了调查 公司差点因此倒闭 而与Isuman一起经历了 这件事的SM开国工程之一 也是曾担任 Henjinio经纪人的Chengheye 在这个过程中 他领悟到了一件事 需要管理私生活 从HOT成员的 摘选过程开始 就参与的Chengheye 从练习生时期开始 便引入了 与经纪人 共同生活的宿舍制度 这个制度在出道后也延续 经纪人与艺人一起合宿 控制并管理艺人的私生活 在这之前 虽然也有过 短期内共同生活和练习的情况 但从这时期开始 与经纪人合宿的管理模式 成为了 爱斗培训过程中的必须制度 并正式确立下来了 所以想问一下大家 如果大家是经纪公司的老板 在自己的国家 要推出爱斗团体的话 会不会实行宿舍制度呢 为什么 下个消息是 9月6号 以Solo专辑 欧巴紫瑜回归的Twice紫瑜 今天在美国Peerwood的200排行榜上 以19位出道 创下了亮眼成绩 除此之外 紫瑜也在Peerwood World Album 以及各种排行上 都拿下了非常好的成绩 最后紫瑜也创下了 历代韩国女Solo专辑销售量 7位的大纪录 可以说 这次的Solo出道 非常成功 我们来看一下 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真的好厉害 哇哈恭喜恭喜 外国成员的Solo专辑 这么成功 绝对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紫瑜真的太棒了 看着外国成员 积极参与各种挑战 出演音乐节目和综艺 真的让人感觉到 她的努力和卓越 希望紫瑜继续走花路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从来没见过 没礼貌的演员的马东层 马东层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被问到 在现场有没有遇过 没有礼貌的演员时 马东层回答说 不知道是我运气好 还是怎么样 我没有遇到过 当然周围有听过一些事情 但在我工作的现场 从来没遇过这样的演员 到目前为止 我拍了将近70部作品 一次都没有过 如果真的遇到 我也基本上不会生气 应该会安静地劝解对方吧 我不是那种容易发脾气的人 马东层的这番话 让在场的记者们笑了起来 那是因为是你啊 以后也一样 你一辈子也不会有这种经历的啦 那些没礼貌的人 在他面前也肯定会守规矩吧 突然明白了 为什么卡沃东和马东层的性格 都这么好 因为他们身边 肯定只有温和的人 难怪很多人都说 我在阴上旁边很温和 最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